我们再看第九个例题 这是一个人径 这是90度 这个等腰三角形的话 这就是45度 那么它的节电常数是4 外面这个是空气 现在从外面有一个垂直的 有一个光线 垂直入射 然后它穿进去以后 到这个面全反射 到这个面也是全反射 然后反射出来 那现在我们要计算 这个反射光 它的强度 是入射光的几层 百分之几 光线从空气垂直入射与冷静的斜面 就是这个面 这个面 假设入射光的正符 假设这个正符 入射光正符 以OI 假设它是 expendent 由于垂直入射 因为垂直入射与斜面 垂直入射 所以它的穿射角 跟入射角一样 都是零度 它跟normal line之间的夹角 是零度 好 我们假设立 我们现在令 穿射系数 toe 1 这是从空气 进入到冷静 这是第一次的 第一次的穿射 那么 它就是等于 一 应该是 ott o 我刚刚写到了 就是 穿射的 政府 比上 入射的政府 那它的公司 我们知道 它就是2 A2 A1加A1 A2加A1 A2就是这个 就是A2G Glass A2G 这个是空气 就是A0 好 穿尽冷静的时候 电厂的政府 我们就可以写成 入射政府 城上穿射系数 就等于 大的一个折扣 那 ta 1已经求出来 是这个 对不对 那它就等于 入射的政府 成长这个 这是它 穿射进去的政府 好 然后 入射波 与穿射波 的政府 的磁场 磁场政府 我们要求磁场政府 这穿射波的磁场 它是对 A0 它在第一个戒指 Az Az就是 就是这个方向 cross Ax 我们是假设 这个是Ax Az cross Ax就是Ay 大等于A Oi over A Ax0 这个是 第一次 入射到这里 在 冷静里头的 磁场 这个是在这里的磁场 这里的 空气里的磁场 进入到这个里头以后 我们就要用 这个里头的磁 Az 它还是Az 然后 这个里面的 电厂 里头的电厂 ETO 里头电厂 我们是 假设它是 EOT EOT是等于这个 那我们先写A EOT 这个是AY cross AY A0 EOT 好 入射波的平均功率密度 平均功率密度 是二分之一 EOI乘上HOI Complex Conjugate 取时数 这个是这样 那么 EOI我们刚刚算出来 是等于 AY A在零分之一 EOI 然后取 Complex Conjugate 那这里也打个新号 就是Complex Conjugate 然后这一层 X乘Y就是 AX乘AY就是AZ 然后这两个相乘 就等于 EOI的平方 这个是时数 二 A在零 也是时数 所以 整个是时数 取时数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 好 现在我们看 川色波 川色波的 平均功率密度 它等于 EOT Cross HOT Star HOT EOT 摆到这里 HOT 它就等于 EOT 被 它的 玻璃的固有 属抗来除 然后 又打个新号 它就是 Complex Conjugate 好 这两个一层 Cross 这还 EOT EOT 我们可以写成 EOI 打一个折扣 这是我们前面 线的 Cross 我们先用这个 好了 这个是 HOT 不是 这个 EOT 这个是 TAU 弯成 这个是 EOT 然后这里 有一个 A大分之一 A大分之一 E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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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这个 我们直接从这里看 好了 它这个 直接从这里看 这个是 TAU EOT EOT 这个 H1 EOT real E-O-T 然后E-O-T 我看看下面 这里有tao1 这是下面的东西 这个地方应该是 这个没错 E-O-T 我们看看 H-O-T H-O-T是等于 E-O-T over N-G 它start就打在这里 start打在这里 OK start打在这里 我看看 这个 A-X E-O-I T-O-Y是等于这个 没错 这是A-Y A-Y 我们看这里 E-O-T是等于这个值 然后被8G来除 你就直接看这个 从这里过来 从这里过来 OK 这个有点问题 从这里直接到这里 然后 这两个cross以后 就是A-Z 两倍的 A-T G 这个 乘算一个这个 这个是平方 E-O-I乘算 E-O-I 乘算E-O-I start也是 E-O-I的 E-O-I的平方 所以 所以 它这个就等于 A-Z 两倍的A-G 两倍的A-G 然后这个 就等于E-O-T E-O-T E-O-T是等于 TOP-1 乘算E-O-I 就是E-O-T 这可以写成这样子 好 我们现在计算 它的功率密度 第一次的 穿射功率密度 第一次就是 从空气到 玻璃 那这个是 玻璃里头的 平均功率密度 这个是 在空气里头的 功率密度 两个 一除 那么就变成 二跟 二分之一 约掉了 A-Z也约掉了 就是A0 A0 over A-G 然后 这两个比值 好 这个 E-O-T 因为可以写成这样子 它是 TOP-1乘算E-O-I 那这个 我们还是E-O-I 还是摆在这里 于是 E-O-I 平方 跟E-O-I的平方 约掉了 这个N-G 可以跟这个N-G A-G 跟A-G平方 约掉一个 所以它就是变成 四倍的 A-T-0 A-T-G 然后 这个就是 A-T-G 加上A-T-0 的平方 那我们这个把 A-T-G提出来 跟这个约掉 A-T-G提出来 A-T-G平方 约掉一个 变成这样子 这个四字就变成 E加上A-T-A-T-G A-T-G 这个笔值 是等于 根号 Y-R Y-R就是 4 这个也是 4 它就是 4乘根号4 E加根号4的平方 等于0.89 好 现在我们就看 第二次 反射没有耗损 在里头 因为它是 全反射 没有耗损 好 从 能径里头 出来的时候 它从玻璃到空气 它的穿射系数呢 这个时候就是 A-T-2 是A-T-0 A-T-1 是A-T-G A-T-1 变成玻璃了 它是这个 光线从人静 做第二次穿射 到空气 这个时候 入射跟穿射 征服 分别是这个 这是玻璃里头的 入射 玻璃里头的入射 就是等于 从空气进去 就变成 穿射 对不对 然后一路都没有 耗损 然后再出来 所以它就是 第一次的 穿射的 穿射波的 政府 好 这个 玻璃的穿射 政府 就等于 它的 穿射系数 乘上 玻璃的EOI 玻璃的EOI 是等于 EOT 所以它就是等于 这个字 好 第二次穿射的功率密度 这是玻璃里头的 这个是空气的 这个是玻璃里头的 玻璃里头 这是玻璃的 玻璃的入射 玻璃的穿射 那么我们把这个 EOT 等于 TOP 2 等于这个 第二个 切射里的穿射系数 称赛 EOT OK 因为 EOTG 就等于 EOT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EOT 然后这个 这个是等于 EOT的平方 然后这个 就要 就要等于 TOP 2 就是 穿射系数 乘上 这个 EOT 是空气 到 玻璃里头的 这个 因为这是 玻璃的 玻璃里头的 穿射 玻璃里头的穿射 而 玻璃里头的 穿射出来 它要乘上一个 这个 然后 原来这个 EOT 玻璃就等于 空气进去的 EOT 然后我们把 这个 ETA2 就是 现在 ETA2 就是 ETA 就是 它穿射出来 穿射出来 ETA2 应该是 我们直接从 这个 ETA2 ETA2 应该是 ETA7 才对 ETA2 因为这个是 穿射进去的 然后这个 这个笔值 EOT 都是 EOT 的笔值 的笔值 然后 这个 平方 以后 就变成 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 我们 这个 EOT 我们应该把 TOP 第二次 我看看前面的 TOP TOP 是等于 这个 TOP 是这个 所以 这个 是等于 TOP TOP 第二次 是等于 这个 这两个约掉了 搞错了 这两个约掉 这个是 TOP 这两个约掉了 所以它就是 等于 等于 ETA2 OVETA0 乘上 TOP 等于 这个 于是 它就变成 也是变成 4 ETA0 OV 这个平方 也是 0.89 也是0.89 所以总功率密度的 比值 就是 这两次 相乘 这两次相乘 大小都一样 所以 这平方 就变成 0.79 0.79 我们现在 所以反射光的功率 是入射光的 0.79倍 这是它的乘数 我们再看 第十个立体 它有一个均匀平面坡 电场是这个 给我们 它从 这个介质 这个介质 这里是 四个 Y0 μ0 这是它的 界定常数 射到空气的界面 射到这个界面 像这个图 反射波 与穿射波 可以分别表示 这是它给我们的 反射波 穿射波 入射波 然后这个是 穿射波的H场 穿射波的H场 它这是给我们的 OK 现在要求 Cosin C的R Sin C的R Cosin C的T Sin C的T Beta1 Beta2 要求这个 第二个要求 反射波的正幅 的大小 穿射波正幅的大小 第三个要求 穿射波的平均功率密度 穿射波的 第三个 有以上结果 讨论 穿射波的特性 现在我们来看 第一个要解这个 首先我们就看 Eta1 这是第一个界值 Eta1是 μ0 over y 是4π Y0 那这个就变成 二分之一个 120π 欧姆 就60π 欧姆 Eta2就是空气 就是120π 所以Eta2是 两倍的Eta1 好 入射波的行进方向 我们看它的行进方向 是这个方向 X正的 Z方向也是正的 入射波的一般向 量形态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 已知的入射波 它告诉我们是这样子 那这两个就比较 比较 一比较的结果 我们就发现 这个 Beta3C的T 3C的I 要等于 X等于E X的系数 Z的系数 就是Beta1 Cosan C的I 也等于E 因此 Tangent C的I 就是E 所以入射角 是45度 入射角 是45度 那么 Sine 45度 跟Cosan 45度 相等 等于 根号二分之一 所以 Beta1 就可以等于 根号二分之一 乘过来 就是根号二 Beta1 是等于 根号二 Radian per meter 由于反射角 等于入射角 所以反射角 也是 45度 Sine C的R Cosan C的R 因为这个 等于C的I 所以 这两个 也是 根号二分之一 然后再有 Sanel Sloan 45度 N1 乘上 N2 是空气 1 乘 Sine C的T 所以 Sine C的T 就等于 根号二分之一 乘N1 于是 因为N1 N1是第一个 是第一个 介质的折射率 它是光速被第一个 光在第一个介质里头的 速度 光速是这个 导数 它的导数是这个 所以一笔的话就是2 所以那个 那个介质 N1 它的 折射率是2 然后Sine C的T 等于这个值 2 被2出 就是根号2 Cosine C的T 那就是 1-3平方 C开根号 1-2 等于负1 负1就是 1-2是负1 那么 我们把负号提出来 就是J 这应该是正负 正负 我们取它的负值 取它的负值 OK 负1 负2 负1是这个 Omega 负2 空气里是这个 所以负2 它是等于 2分之1 负1 2分之1 负1 负1 我们刚刚求出来了 它是根号2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 2分之根号2 Radiant Pyramid 好 现在要求 这两个 这是入色波 它的大小就是这个 绝对值 不管它是Face 1加1 1加1 开平方就是根号2 等于1 那么我们上面已经求过 3C的T是根号2 Cosin C的T是负J 我们就可以带到这个 反射书里面的反射书里面来 根号二分之1 因为这个 Cosin C的I Cosin C的I 是45度 不是45度 对 好 这个也是一样 Ata2 这是先写后面的 好 这个 Cosin C的I FuJ 好 那么这个 Ata2是两倍的Ata1 好 那么这个 就是Ata2 这个是两倍Ata1 Cosin C的T 然后这个Ata1 生长根号2 我们把这个Ata1都约掉 就变成这个值 这个大小都是1 所以它就是 大小是负1 角度Face 就是两倍的这个Face 因为这是Tangent的一个Face 这个是负的 所以拿上去就变成 两倍的这个Face 平行骗证的 Transport 平行骗证 它是 这个 这公式要写对了 二 Ata2是两倍的Ata1 是根号二分之一 两倍的Ata1 这个都跟上面一样 好 我们把Ata1约掉 那么这个就变成 4 over 1-2 根号2 这个也是把根号2都约掉了 根号二分之一约掉 这个提出根号二分之一 这个算出来 这个大小是3 2的平方 再乘一个2 然后 不是二乘3 更号二的平方是4 4就是-1 这个是它的大小 绝对值 然后这个Face 算出来 exponential 然后变成分子 变成这样子 这个是平行骗证的穿色系数 我们注意的就是平行骗证的反色系数 跟刚刚我们求出来的垂直骗证的反色系数 大小都是1 大小都是1 以上的结果 这个结果 满足 1加 就是这个结果 大家可以去check一下 满足这个关系 然后我们看 因为平行骗证的反色系数 它的大小是等于1 显示波就是全反色 这个大小就是三分之四 这个不合理 因为这个值跟这个值都不可以大于1 所以这个波没有穿色 仅有反色 所以仅有反色 刚刚那边都没有 反色波 反色波的电厂的振幅绝对值 EOR本来是等于Tor 反色系数称上EOI 因为它取绝对值 这个也取绝对值 这个呢 这个就是你取它的real 那这个就已经绝对值了 那这个就变成 因为这个是1 那就是等于这个大小 就是EOI 一个volt per meter square 穿色的振幅 穿色的振幅也是一样 穿色习俗 称上这个 就是等于EOT 那这个呢 是这个东西 是这个 所以取十数就是三分之四 这个不合理 因为这个不可以大于 穿色波不可以大于 入色波 好 求平均 求穿色波的平均功率密度 穿色波 是这个 它给我们这个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值带进去 可算资的T 负借 3C的T 更加二 这个 β2 3C的T 更加二 就是负借 X 好 那这个就变成 我们可以把这个拆成两个部分 在前面都跟这个一样 后面的 虚数 虚数 是这一项 这个从这个变成实数 就是负貝特图Z HT 它的 穿色波的 磁场 它给我们这个 这是已知的 题目给我们的 好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 跟这个一样 写成这个样子 它的complex conjugate 这个都是实属不变 这个叙述变了 负的变正的 transport的平均功率密度 二分之一real 这一项 crossht这一项 这两个cross以后 这个变成1 就是这个 cross以后 这个ax乘crossay 是az 那现在我们看 ax乘这个 有个虚数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 那这个乘这个 az crossay 是ax 它是 实数 实数 我们就要这个 它就是 只剩下后面这一项 这个cross 这个 取实数 因为它全部是实数 那我们把这个2 跟2跟2约 它变成这样子 beta2 beta2 是等于 我们前面求出来 是等于这个值 于是 川色波的 平均功率密度 就是这个 有以上讨论结果 有以上结果 我们讨论 川色波的特性 平均功率表示 是里面 因为它有这一项 这项就是说 你朝Z方向 川波越来越大 Z越来越大 这个越来越小 所以它因为 有这个衰减因子 迫在第二个介质中 快速衰减 所以电子波 不能进入介质2 完全 到介质1里面 就是说它根本 它不能进去 也就是 不能进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 功率衰减的关系 很快衰减 那里头 功率衰减到0 不是说 这能量就不见了 能量不能进去 就还是留在外头 好 现在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例题 它说有一个 10个 kilohertz的 平行偏正的 电子波 从空气中 以入射角 Zi是88度 斜向入射于 海平面 这是海水 下面是空气 海水的参数 YR是81 μ21 sigma是4个 siemens 现在要求 现在要求折射角 穿射系数 还有穿射的 平均功率 跟入射的平均功率 密度的比值 在海平面下 多升的地方 电厂强度 减少 30个 30个 dB 这是它给我们的 参数 这是它给我们的 频率 入射角 Sine 88度 几乎等于 因为90度 是1 Omega 等于2πF 是2π成长 这个 现在要求 C 海水 我们先来看看 海水的 耗损正切 耗损正切 是这个字 y0 乘 YR 那我们把这个 带进去 四个 siemens Omega 那么 Y0 我们用这样也可以 然后这个是 81 你把这个算出来 这是9乘10的 9万 这是9万 远大于1 对不对 所以 海水 在这个频率的时候 它是一个量导体 所以以后我们要 可以把量 α2就是用量导体的 这个值 带进去 π F 这个 μ 4π成 10的 4 7 这是0 0.0397 α2 β2跟这个大小一样 不过它的单位不一样 这个就是nepper per meter 故意把它取成nepper per meter 其实是一样的 这也是radian per meter 好 8ta 1 8ta 1 在量导体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把这个 带进来 π 10 1万个hertz 这个 4π成10的幅 70幅 Henry per meter 这一除呢 它就变成 这里头 你看 π跟π 拍比方 开出一个牌篮 这里头 有10的 -3 脂肪 那我们可以 把它变成 10 乘上 10的 -4 脂肪 10开根号 是这个 -4 脂肪 开根号 是这个 然后这个 乘出来 再乘一个 这个 0.099 这个是根号2 大小是根号2 乘上这个 0.14 这个 Face 45度 然后 我们由 Snails 定律 Snails Beta1 3C的I 等于Beta2 3C的I 3C的I 是 88度 几乎等于 1了 所以 3C的T 就等于Beta2 乘上 3C的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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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 1了 那么这个 Beta1 是等于这个 这是光束 Beta2 Omega 2πF 3C的I 就是E 那我们就把这个 带进来 2π 成这个 然后C Beta2 0.397 这么小 所以C的T 等于0.03 度 Cosan C的T 就差不多是 E了 Cosan C的T 穿色系数 我们用这个 平行偏正的 Eta2 等于 Et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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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0.099 其实 其实你这个值 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看这个就好了 Cosan Ceta Cosan Cosan 88度 Cosan 88度 几乎是1 Cosan 88度 几乎是0了 几乎是0了 所以这个 很小 很小 你把这个值 就是说这个 分值 比这个 小得多了 所以它几乎就等于0了 没有穿色了 那么它的 第一个介质里头的平均 功率密度就是这个值 第二个介质的 平均功率密度 就是这样的值 因为它是 它这里 它有衰减 第二个介质它有 有衰减 有衰减因子在里面 所以这个我们以前 也导过 有衰减因子 那这个是它的 Ata的向 向角 然后这个笔值 这一笔 你看这个里头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 平行平正的穿色系数 那这个穿色系数 我们刚刚说 它几乎是0了 对不对 那就是0了 好 那么再看 这个是它 衰减因子 衰减因子 那每 前进一个Z 它衰减因子 就是这么大 好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数 20 除过来 这对负的1.5 这就变成了负 这就变成了负 这个质 这个质 所以Z就等于 alpha2乘上 Log以10为D的 Exponential 你这个算出来 8.71公尺 每前进8.71公尺 它就衰减30个DB 衰减30个DB 它这个 实际上它根本就不进去 是说你有泼 从这个海水里头 射上空气的话 它衰减得 很快 8点多公尺 就30个DB 衰减得很快 好 我们再看 这个例题 均匀平面波 进入电离层 入室的角是60度 假设波的频率 为电浆频率的一半 就是波的频率 是电浆频率的一半 我们要求 这个时候的反射系数 垂直偏正的反射系数 还有 垂直偏正的穿射系数 跟垂直偏正的 穿射系数 还有 平行偏正的反射系数 阐述这些复述 显示的物理现象 等等我们看 好 我们先看电离层的 这是给我们的 资料 固有阻抗 带这个公式 N8P 就是 plasma的 固有阻抗 是等于这个 那现在我们知道的 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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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等于我们要算它的 反射系数要用到 Snell's law N1 over N2 3C的I N1 over N2 跟这个乘反比 Ata乘反比 所以 所以它就是等于 所以它就是等于 Plasma 被空气里头的这个 Ata来出 这个是60度 60度 所以这个呢 我们求出来 它就等于 这个 这一项 是 负J 更好3 360度 2分之更好3 所以它最后得出来是 负2分之J 是sinθ 它是一个叙数 cosθ 我们用这个 1减3平方θ 3平方θ 我们刚刚求出来是这个 所以这个 平方 4分之 1 那么这个 是负负得正了 接着平方又是负了 负1了 所以变成正的 就是 4分之1 加1 4分之5 开更好 cosθ cosθ t cosθ i 入射角 cosθ 60度 是2分之1 所以我们就把它带到这个里头来 这是垂直偏正的 反射系数 带到这里来 那么我们把 我们把 θ1 提出来 θ1就是θ0了 所以它就变成这个 这个2分之1 cosθ cosθ 是等于这个 这个跟这个一样 就是差一个符号 好 那这个值 我们把这个 带进去 算出来是等于 这样的值 那这两个大小都一样 都是4 肺是不一样 肺是不一样 好 那么 我们可以 这个化成极星 这个也化成极星 所以 它是等于 等于 等于这个值 好 这两个 就说是 exponential 28度 负1呢 就是 exponential jπ 所以合起来 就变成这样子 大小是1 反射系 的穿色 不 垂直偏证的穿色系数 我们带这个 也是大家提出一个 eta1都约掉 eta1就是 eta0了 这个是2分之1 这个2分之1 这个2分之5 你把这个算出来 这个带进去算出来 这2 这一项是这个 带进去 把这个 画成极星 那这就变成0.5 乘上它的 face face factor 所以它的穿色 大小是0.5 平行偏正的 反射系数 就带这个十字 那我们还是一样 把eta1提出来 那它就变成 那它就变成 这个就变成 eta p over eta 0 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字带进去 cosa c to t 2分之1 更好5带进去 化简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你看 那是大小都一样 大小都一样 face 一个正一个负 那这个是 负1 180度 合并以后变成这样 你看 它的大小也是1 不管是平行偏正 还是垂直偏正 它的反射系数 大小都是1 那就表示 它是完全反射 这是平行偏正的 穿色系数 这也是提出一个 eta1出来 变成这样子 你把这个字带进去 c to t c to i 带进去 它是这个字 大小是 0.118 这是它的相长 从以上的结果 我们知道 反射系数 垂直偏正 跟平行偏正 大小都是1 这显示 入射电磁波 从空气与电离层的界面 摄入的时候 它是全反射 全反射 全反射不是说 它都不进去 是它 比如说 这几个电离层 你波从这里进去以后 它进去以后 摔减得很快 然后它弯曲的 也从这里 全部出来 所以当F等于二分之 Plasma Frequency的时候 这个时候电磁波 它不会在这里 穿播 它一定要大于它 才行 穿射系数 虽然不等于零 表示有穿射波的存在 所以穿射波 进入电磁层后 强度随行进距离 快速 衰减 至零 其实它进去 它不是像 那个 离向导体 到这里 就这样反射 它不是 它是进去以后 穿射 因为它这个 有一个穿射角 这样又穿射出来 好 我们再看一个立体 这当中 加定到的是一个光纤 光纤 你要光在这里头 做全反射 那就是你要这里要有个戒指 这里头是恩问 还有个恩图 恩图要小于恩问 它在这里会全反射 全反射 恩图小于这个 第一个 问的就是 要是射向光纤中心的 一端 表面的植物线 这就是 它的植物线 这就是 中间这个轴集 叫植物线 接着内部全反射 把光线 局限在光纤内 它最大的入射角 最大入射角 就是这个角 这个指示如何 等于多少 我们用 恩灵 恩灵是空气 恩弯 是光纤 恩图是它的 包的一层 界电值 然后角度 θA 就是最大的 这个θ0 称为 接受角 sineθA 它有个名称 叫做 数值口径 B 如果 这个是2 恩图 是1.74 比它小 恩温是等于 1 求θA 跟 sinθA的值 现在我们看 A Snail 我们加定这个角 从空气到这里 不是 现在 我看它是从 N1 N2 实在是这个地方 N1 N2 N1 3C的 这是Critical Angle 就是说 我们求它的Critical Angle 是多大 Critical Angle θAi 等于Critical Angle 的话 θA t 就等于 进去的θA t 90度 就是这样子 N2 所以 Critical Angle 的正选函数 N2 N2 N1 光纤 在光纤里面 做全反射 它的条件就是 θAi 这个要大于 θC 对不对 θAi 大于 θC 那θC 是这个 θAi 大于 θC 就θAi 大于 N2 N1 所以从空气 是入关纤的时候 我们应用 Snail 就是现在要看这一段 N0 3θ0 等于N1 3θ1 就是它的 川色角 θ1 我们看这个直角三角形 θ1是等于 θ1加θ 是θi 是90度 所以它是等于 N1 cosθi 这是前面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cosθi 写成 1-3 平方θi 那这个值 因为这个要大于它 sineθi 大于 N2 over N1 所以我们用这个来 看的话 那么 这个值叫 小于这个 小于这个值 那这个 θ1提出来 这个里头就变成 θ1平方 overN1平方 减到N2平方 sineθa 就是说 sineθ0 它 要小于这个 才可以 要小于这个值 好 所以 它的minimum minimum value 就是等于 等于这个值 等于这个值 那么 现在我们把这个 N1等于2 N2等于1.74 这是1带进去 它就等于这个值 所以 这是 这是maximum值 因为小于等于这个 所以这就是maximum的值 maximum值是等于 这个 最大值 cetaA的最大值 是80.4度 80.4度 OK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题目 这一章的最后一个题目 在界电值 里头传播的均匀平面波 电场是这个 你看它这个是一个什么 平行偏真 它有两个分量 就这个波的频率跟波长 这个界值的界电场数是什么 说明这个 波的偏正状态 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偏正 这个 对应的磁场 这个对应的磁场 就出来 我们把它给我们的条件 Omega 10的 看这个 10的八十分 radian per second Beta 这个 三分之一 radian per meter 频率 就是2 Omega over 2π Omega是这个 2 3.1416 它的频率就是这么多个Hert 1.59 乘10的七十分Hert Lamina 就是2π over Beta 2π Beta 算一算是10.9个Meter 它的波长是10公尺多 好 Beta等于 Beta等于这个 对不对 那这个 μ 就是 这是μ0乘μ2 这是1.0乘1.0 这个是等于光速的导数 那就变成 这个值了 那我们可以把 YR 就出来 两端平方 YR 就等于 Omega 分之BetaC的平方 你把Beta带进去 C值带进去 Omega的值带进去 所以 这个界电常数 就是3 这个界电常数是3 C 说明这个波的偏正状态 这是它给我们的波 好 我们写成向量形态 这个是 Time Harmonic Form 我们写成Facial Form 2 Exponential 负J Z B over 更好3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变成 AY 然后这个是 因为这个可以变成什么 大家都是Cosine 这个就等于正的Cosine 这个角 剪掉一个二分之π 剪掉二分之π 所以这里是正的 你要把它画成Cosine 好 那它现在有两个分量 超Z 方向传播 所以X 我们写成这种形态 这是它的Face Face是零的 这个是Y分量 EY 因为大家都有这个提出来了 提出来了 那它提出来以后 这个提出来 它里头还有一个 Exponential J二分之π 这是J二分之π 这是2 2带进去 这个是 1 刚刚我说过 这里有一个 Exponential J二分之π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比较 在Z等于0的地方 Z等于0 这就是等于1 那 1 X 这个是零度 加EY 它的Face就是 2分之π 我们可以画成 这种形态 然后它的A值 就是EY over Ex EY E Ex2 所以2分之1 Face呢 2分之π 减掉0 2分之π 所以它是什么 它椭圆 这个是 2分之π就是 左旋 它是左旋的 椭圆片正 固有的 主抗 介质固有 主抗是等于 这个字 这个我们可以 写成 μ0 Y0 乘Y2 120π μ0 over Y0 可以更好 是120π 被这个除 被更好 三来除 这个就是 它的固有 主抗 E是这个 它协正形态 不是 这个写错了 不是 这个 我们是先写它的 先写它的这个 向量形态 向量形态 你这个知道了 H就是等于 这些字 你把 ETA1 称上这个 AZ Cross 这个 AZ cross AX AY 正的 AZ AY cross AZ cross AY 负 AX 是这一项 这个在这里 OK 那它的 邪正形态 就是等于 Facial form 乘上 Exponential 接Omega T 取实数 那我们就把这个 带进来 每一项都多一个 这个 取实数 那这个就是 Cosin 这个Omega T 就是10的8次方T 减到这个 减到AX 两倍的Cosin Omega T 里头 有两项 负的这个 再加上二分之牌 这是HT 那我们把这个 你这样也可以把这个 化成Sine Cosin 这个角 就等于正的Sine 就是这个角 等于这个值 好 这个是HT 就是 不是H 它的Time Harmonic Form 好 我们这一章 就介绍完了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等等看 第九章